六百五十万华人的故事 独一无二 很快乐 我爸在很敬请 很佩服 我们把好的东西 留给下一代 你今天你不自私地 不吝啬地分享 以后你的知识会议 得到的更多 今天我们会讲华语 不是必然的 是我们的祖先 很辛苦争取来的 我们要华人的美德 礼仪廉慈 如果你懂得华语 它就会完完整整地传承下去 我们就是一个诚恳的心 记录这片土地的故事 感谢观看